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皆苦 救难 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我是90年属马的 然后我想问问身体 事业 还有感情 90年属马的 对 90年属马的 哎哟 小丫头 你的感情运不好啊 对 你要被人家骗的 已经骗了三次了 你呢 不 你呢 小丫头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以后呢 找朋友呢 不要去找 明白吗 我已经许愿30岁之前 绝对不结婚 也绝对不找了 30岁以前 然后以后的话就随缘也不会去找的 就是以后也不会被人家骗了 那我要是告诉你 你一共命更当中被人家骗三次 第四次嘛 有一个年纪比较偏大的人 对你还不错 你要不要啊 也不太想要 啊 也不太想要 也不太想要 那我就把它吹掉了 你好好的修心 傻姑娘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的感情伤得很厉害了 对 第一个和第三个 对 大家看到了吗 第三个是不是我欠她的 我好像梦里有 欠了很多 我好像梦里梦见她 她上辈子是我的老婆 然后她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我还是抛弃她了 对 你怎么都知道啊 我梦里梦见的 因为我 你知道吗 你还打她 对 我修心到现在 我梦见你十来次 你每次都会给我 我梦 遇到一点问题 就会在梦里 给我一些开示 然后就梦见她了 然后就 所以今天你就抽到了 对对对 你看看台长法身厉害啊 所以你小丫头有缘分 你要好好地念经 我明白 明白了吗 你不要再还完债就算了 对对对 我也这么想 很多父母亲都是来还孩子债的 还完了就拜拜了 对 不要自己再要怎么样 哎呦 我一定怎么样 儿孙自有儿孙福 没有办法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呦 真是个好孩子 很善良的 你除了上辈子欠她 你这辈子没欠了已经 明白了吗 已经还了差不多 你第三个真的 还了她太多了 结束了 好了 那就太好了 老婆我想问一下我的事业 我想把孩子养大 自己一个人 哦 你还钓过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吃货病药吧 然后现在有个孩子 然后跟第三个生的 然后当时已经分开了嘛 但我想一个人把她养大 你就把她养大有什么关系了 对 我想看看是 孩子 孩子又没有罪 对 你就把孩子在身边好好养大 对不对啊 你对孩子好一点就好了 对 我想看看我的事业 是不是可以支撑我把她养大 你几几年数什么 九零年数嘛 你本来嘛这个事业呢也不是太好 经济收入也不是太高 对 对不对啊 那么台长刚刚帮你求了一下菩萨 观世音菩萨 谢谢 那接下来把她养大是绝对没问题的 谢谢 好不好啊 夫妻好得不得了 梦中都经常看见台长发生 很厉害的 好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生完孩子之后 腰就是 右面 对 生孩子之前就肾发炎也是在右面 然后生完之后就特别疼 现在的右肾很糟糕 对 我告诉你已经影响到你的坐骨了 对 所以你坐的时间长了 你就像腰椎肩盘突出一样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没什么大问题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身上的零线要多少小房间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好吗 好 念经 念大悲咒 念完之后手搓三十下 然后自己这么搓 你记住了 而且每天要喝大杯水 明白了 喝大杯水 喝大杯水的时候念大悲咒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没关系 感觉观世音菩萨的光从你身上上去 好吧 很快就好了 谢谢 腰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身上的零线要多少小房间 六十九章 六十九章 六十九章就好了 好好好 你先试试看呀 谢谢谢谢 六十九章说不定不够呢 嗯 谢谢 听得懂吗 嗯 很老实的孩子 他就是来还债的 嗯 真的很 很好 你呢 你这个人非常善良的 你这个人就是太善良 你知道善良到后来有点傻嘞 啊 傻的嘞 你第三个老公他骗你什么你都相信的 对 啊 他说什么你都相信的 对 他说他甚至你养的你也相信啊 啊 啊 我是不是白色的马呀 哼哼哼 哼哼 哼 你这匹马 两个前面两个爪子拼命的往前跑 后面两个腿啊 抽不动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呢 哼哼想做这个想做那个 但是呢 又做不成 后面牵住你的脚筋了 听得懂吧 那我是做生意好还是去上班好 你应该可以做个小生意 好 听得懂吗 好 你很想做小生意 我看你过去想跟人家合作做过 对对对对 看见了吗 我还想问问我能不能有一天去东方台 因为我梦见你说我是什么 我是差不多再修一修 你说差不多 你在梦里跟我这么说 差不多说不定上天了呢 差不多又不是说东方台来 我是问你我能不能到你身边到东方台去 然后你说呵呵呵呵差不多 差不多那么努力努力了 也就是说有一天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到你身边去 我不记啊 好好努力小丫头好吗 好 然后我想看一下我爷爷今年去世的 然后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所以请师傅送了一些小房子给他 然后我想看看他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啊 鱼高财 就是鱼块的鱼去掉树心旁 然后高性的高发财的财 鱼高财 对 鱼高财 哦你爷爷长得还挺高的 嗯 还好吧我觉得他 嗯眉毛挺浓的 啊 头发不多 对 嗯 他已经到天道了 天天天 遇见天 这么好他他走的时候是摔了一跤 然后在家政病房里面就 走掉了 嗯很快 他他他 他现在已经在遇见天了 他还恨我吗 我我他 你你你帮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 我让师傅帮他烧一百多张吧 啊 他怎么会恨你的 你帮他推到遇见天了 他不会恨你了 因为我第一次目见他 我我跟他道歉 他说我不会怨你的 第二次目见他 他我说小房子你放起来 到天上的 我要你说我自己知道的 还这么凶 不是他挺好 那你要我现在把他拉下来 不不不不 他不是很凶 他就说我自己知道的 我把他藏得很好的 看见了不了 嗯 已经好了 感恩太张感恩太张 你们记住了 很多过去的过世的亡人 开始你大家在阳间的时候很凶很不好 但是他死掉之后你给他念经 他慢慢的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他在梦中就会对你很好很好 因为你给他小房子了 给他经文组合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然后那个你昨天说我的宝宝肠胃不好 我想问一下他有几张小房子 四十九张 四十九张 好好 感恩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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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